这个八观灾界功德 确实佛在经典 在经上为我们讲了很多 这个功德确实真的太不可思议的 比方说有一些人 想要远离恶道 恶道是指是三恶道 因为我们这一生 很多从我们的身口一三业 不断的去造业 最后有时候很害怕 将来因为我们所造的业 会堕在三恶道 我们该怎么办 大家能够在一日一夜 以清静心 然后作词这个八观灾界 佛在四三夜道经讲得很清楚 这个人 第一不堕地 不堕恶鬼 不堕畜生 是不堕阿修罗 这个就是我们 佛在四三夜道经 简单做一个比喻 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 但是 我们怎么行使呢 八观灾界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 当谁学谁做谁耻 你要付出这个代价 你才能够获得有这样大的功德 你看六十万是一事无忧 吃穿也不用愁 所以这个八观灾界真的功德 太大了 特别的就是因为他的时间很短 一日一夜而已 特别是在我们的无量寿经 你看讲得很清楚 一日一夜为清静 能够来硕持 你的功德超过一个人 在西方极致世界 为三百岁 那个功德特别大 不可思议的功德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功德呢 这个功德从哪里来的 清静心来的 所以很多人听到这么大的功德 哎呦我今天要硕持八观灾界 硕持好了 没有遵守内容的一些仪轨 做法你是得不到的 所以一定要随学 随做随吃 这样才能够获得功德 所以恭喜大家 能够在这个地方 来硕持这个八观灾界 那以后有因缘 大家一定要参与 不用害怕 不是说今天我受死八观灾界 我不小心犯了罪了 我怎么办呢 佛是不是说 你马上下地狱 没有啊 佛没有这样讲的啊 很多人说 我受了戒了 但是我不小心犯了戒 怎么办 人家隔壁 刚好在开那个音乐 或者我上车要回家 那怎么办呢 师傅 是不是放了戒 不是这样讲的 只要你不是故意的 你那个念头 我故意的去判 那不是犯解的 这个简单给大家说明了 所以大家要互相鼓励 这是很可惜 很可惜什么呢 如果大家能够跟大家聚会一处 住在一起 在一个地方 然后呢 我们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诵经 一起来受死八观灾界 那这个理想真的非常好 真的耶 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在家里 有时候会偷懒哦 你这些懈怠 有时候我们自己本身 随着自己的习气 自己的习气 犯了自己的过失 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能够依重靠重 把大家一起住在这个地方 然后一起来修行 一起来诵经 一起来念佛 一起来听经 这个功德太圆满了 希望我们学离 尽快这个道场能够建起来 以后呢 可以啊 供给大家能够在这个地方来修行 我们祈求啊 这个护法隆天 这些诸佛福萨加持 希望啊 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好好的用功 我们大家一定有信心的 我们一定有信心 因为这个人生太短了 真的太短处了 人生太短了 所以过去呢 佛陀啊 在世的时候呢 常常讲了一句话 他说啊 什么样的法 是无上的法呢 什么样的法 是最无上的法 最无上的法 只有一个 就是你要常常去观想 生死的无常 人生的无常 你能够去观想 你能够明白这个事实的真相 你就不容易被迷惑了 你那个心就容易觉悟 就是这样的 这个都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今天要跟大家来学习的 就是中风果实在这个地方啊 就是诵弥陀经 完之后 下面有一所巨颂 这一所巨颂呢 中风果实啊 来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来看 道人若要寻归路 但向沉重了自信 下面这两句呢 其实啊 中风果实啊 要我们呢 特别是念佛的人 我们念佛的人哦 要什么呢 你要留意啊 你要去留心来学习 那为什么要留心来学习呢 因为这个对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比较实用 当我们遇到一些境界的时候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缘 你那个心怎么样去面对 所以你看这个前面的这一条 刚才那一章 道人若要寻归路 道人上一次已经给大家说明 就是只学佛的人 就是学我们念佛的人 今天如果我们来学佛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来念佛 今天如果我们真正想要 旋规之路 旋找 这个规 规都是回头的意思 路 路是指什么呢 就是指解脱之路 一般来讲就是走 往幸福 美满 快乐 的路 那如果今天我们想要回头 想要寻找我们的人生的幸福 我们人生的快乐 我们人生的美满 或者在这个人生当中能够得到解脱的自在 我们要怎么样来寻找呢 这个我们一定要很深度的去学习啊 你想要超越六道轮回 你想要了生死 离苦得乐 你要用什么方法呀 那从这个一段里面 其实哦 中风 产师讲得很清楚 他要我们去寻找 为什么要寻找 要什么我们要回头呢 中风口是为什么要我们回头 因为我们生生世世五量节以来 你看我们五量节以来 都在哪里 都在这个苦海啊 流浪啊 痛苦 受苦受难的 我们在这苦海里面已经 打滚了 五量节以来就没办法离苦 受苦受得了 什么原因呢 这什么原因 中风口是告诉我们 最大的原因 原因的根本在哪里 就是因为我们众生迷了吗